1949年 在中国进行了三年的解放战争 已经接近了尾声 全中国的解放 指日可待 这一年的三月 在中国共产党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中共中央做出决定 要将工作重心 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并且把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 从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 迁移到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 北平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 今天的故事 我们就从北平城郊外 一个叫做香山的地方 讲起 在北京城的西部 有一片风铃绵延 临海苍茫的山脉 仿佛一只手臂 拱卫着北京城 这就是被称为西山的太行山鱼脉 在这片山脉中 最令人瞩目的是一处被称为香山的地方 这里从唐朝开始就已经有了寺庙 明朝时期 明神宗万历皇帝曾在这里登高远望 并在香山寺不远处的一座建筑外提笔写下来清二字 后来这里就被称为来清宣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 香山更是被扩建成了皇家园林 名为静怡园 几十处大大小小的亭台楼阁和佛教寺庙 点缀其中 为原本寂静的山林增添了不少人文色彩 时间来到一九一七年 这一年中国的河北发生特大水灾 不少灾民无家可归来到了香山附近落脚 当时的民国第一任总理熊锡林 为了安顿灾民 在香山静怡园内翻盖大量房屋 创建学校 起名为慈幼院 用来收留和抚育贫苦儿童 于是静怡园中的大部分房子 都成为了慈幼院的校舍和办公室 时间一晃来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 这一天 中共中央供给部的十几位工作人员 出现在了慈幼院中 在与慈幼院的管理人员简短沟通后 大家便分头开始了工作 有人勘察地形 有人检查房屋 忙得不宜乐乎 原来此时的中共中央正在为进驻北平进行多方位的考察和论证 而这十几位工作人员作为先前队来到香山 正是为了给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关寻找合适的驻地 虽然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 不过中共中央并不打算贸然进驻北平 而是希望在郊外找到一处合适的驻地 一来可以给清缴特务分子的工作留出足够的时间 二来也可以让长期在农村环境中工作的中共中央 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 在对北平城周围进行考察之后 先前队把目光锁定到了香山 他们发现香山与北平城的距离适中 还有各种各样的建筑 可供中央机关办公和居住 而且这里地形地势复杂 敌人的飞机不易到达 大量的树木也让香山具备了天然的防空优势 因此建议把这里作为中央机关 进驻北平城之前的最后一站 在初步做出驻扎香山的决定后 中共中央又派出有着 中共特工王美称的社会部部长李克农 来到香山进行深入考察 李克农再次对香山的环境进行了审查和分析 他发现整个静一园的占地面积很大 有围墙与外界相隔 非常利于安全保障 而静一园中绝大多数房屋 又都集中在慈幼院里 再欧山更新的主意 집维维维都固费 大多数千元 Zh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49年3月23日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毕石五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带领中央机关正式离开西百坡前往北平 两天的长途跋涉之后 大队人马终于抵达北平 随后毛泽东等人来到当时的西院机场 参加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一直忙到天都黑了 才开始前往位于香山的驻地 眼看着汽车已经进入香山 离驻地越来越近 麻烦却突然出现了 由于时间紧迫 香山内临时抢修的公路并不好走 很快司机就发现一个足有几十度的大斜坡挡在了他们面前 司机狠狠踩下油门 只听汽车马达的轰鸣声如雷贯耳 但车轮却是原地打滑 小轿车一动不动 从来不拿困难当回事的毛泽东见状说 上不去吧 那我们就下来走好了 周恩来等人也随即下车 一行人踏着夜色有说有笑地向山上走去 越过陡坡之后 几个人又换成了一辆大马力的吉普车 终于来到了双清别墅门前 刚一下车 毛泽东就被眼前的这座依山而建的双清别墅深地吸引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9年3月25日到8月23日工作和居住的地方 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 但这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最关键的时刻之一 在这段岁月中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各位领导人一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 双清别墅也因此成为了许多扭转中国命运 决定中国前途的重大决策 最重要的诞生地 在双清别墅里有一排坐北朝南的房屋 外形高大优美 阳光充足 平日毛泽东就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这是一个三连套间 中间的正厅是一个宽大的会客厅 足足能容纳二十多人 会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形式图 上面标注了人民解放军各大部队的所在地 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军事基地的名称 可供大家开会时讨论使用 会客厅的东侧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 屋内摆着几把简单的藤椅和一个宽大的办公桌 电话 笔墨 纸验等办公用品一应俱全 墙上则是另外一张地图 这是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形式图 一个个红色箭头显示出人民解放军 在全国范围内视如破竹的推进状态 就在这间简朴的办公室内 毛泽东指导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和平谈判 当国民党政府出尔反尔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并导致国共谈判彻底破裂之时 毛泽东与朱德一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 坚决 彻底 干净 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949年4月23日 解放军成功攻占了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 南京 捷报传来时 毛泽东正在屋外的六角亭中休息 他仔细阅读了这份印有南京解放字样的号外 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又挥毫写下了这首格调雄伟 气势磅礴的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中山风雨起仓皇 百万雄狮过大江 虎聚龙潭金圣兮 天翻地覆 凯而康 一江圣勇追穷寇 不可孤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